刚刚听我们施教授简短20分钟 事实上他整个论文架构非常非常完整 把过去民进党八年 在各家方面所做的事情都做得很清楚的 那个整理跟分析 那么我这边就补充一点 就是说简单讲 就是说2000年在台湾的族群的发展史上 一个很重要就是说2000年之后 对客家人来讲 我觉得他的贡献不在数字上可以看得出来的 大概绝大多数的客家人 从此以客家人为龙 勇于认同自己是客家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在这个2000年之前 我们自己在座很多 就知道我们从小生长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会有这种经验 不管你在各个领域有多大的成就 但是你的成长过程一定有那种经验 就是被歧视 被无形的压迫 不是不一定是有意的压迫了 被无形的歧视 这个是存在在过去的所谓的 一元体制 在威权专制体制里面 这个社会尚未多元化 的情况之下的一种经验 那么在2000年之后 那么我想民进党政府对于多元族群 这样文化的实践 在客家方面来讲 就是刚刚讲的机构化 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但坦白讲 我自己当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副主委当了一年 主委当了四年 究竟这个机构对客家 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其实觉得做这个事情 不是那么效果 不是那么立即而明显的 可是它带给客家族群的 一种心理上的影响 就是说哇国家是认同承认 客家在这个国家社会的 组构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在我认定最立即的效果 还是一个对心理上的 这样的一个认同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民意调查 可以调出来 我过去常常讲一个笑话 我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调查到底有多少客家人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记得好像是第一年调查的时候 好像是有280几万 台湾 那么到了2004年的时候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客家人 已经到400多万了 所以我常常讲说 有一些非客家族群的 或者我们自己客家人也讲说 我赶紧喊我一胸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客家人怎么生产力这么高 这个不到两年 成长到一倍 其实不是 这个叫做认同 就是说过去你问 你这边赶紧喊你 很多人会是说 他不是 他会说我爸爸是 我不是 我爸爸是 我不是 但是慢慢的经过 这个民进场这样一个 多元族群政策之后呢 其实很多人 甚至会主动告诉你 看到你说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 因为过去几十年 所以客家人很多人 常到这个年 都会有共同的经验 共同的微笑 所以这个 我想这个成就 我觉得是 对客家主义是一个 非常大的 那接下来两个问题 我就必须 可能要再去谈 有一些 我可能跟我自己客家的族群 是有不太一样的一个见解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 刚刚我们石教授提到 在客家基本法里面 其实在我任内的时候 我就找了很多专家 包括施老师 包括萧老师 还有很多 我们客家的大佬学者 包括我们在座 很多都参加了 大家在整个问题 就是说 客家在民意机构 或者是政府机构 要不要有保障的代表 我坦白跟各位说 我是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 其实客家 它不是弱势 客家怎么会弱势呢 这个肖心黄 在学术界领域这么高 它怎么会是弱势呢 它也没有什么 经过特别的辅导 特别的补助 所以它今天能够得到 当然它在家里 就是我问过它 以前在家里都不做家事 只在念书 这个另外一个 真的 客家在企业界也好 学术界也好 在各界 其实 我再告诉各位 像高雄市 九个立法委员 有三个半客家人 客家人口只有25% 三个半是客家人 哪三个 一个是我老婆 邱一银 另外一个叫邱志伟 在林义市 把打败林义市那个 还有管碧玲 还有个李坤泽 是客家女婿 因为他太太是哈嘎尼 客家整个 包括美农 加起来 真的百分之人口 人口是25% 可是我们占了 三成多的地方 不是弱势 怎么会是弱势呢 然后 我们过去很多的法界 也很多是客家 但是 我们为什么要讲 多元文化里面 会谈到客家 那是因为语言的问题 因为客家族权 还要回到一个 基本的核心问题 就是说 我感谢你 这个是我 进客委会以后 我第一个一直在问 到现在还在问的问题 谁是客家人 我感谢你 李乔现在刚刚不在 李乔刚刚在 李乔还没客家人 李乔是不是客家人 李乔的祖先不是客家人 可是他现在 百分之一百客家人 因为他也认同客家人 他写客家的事 讲客家话 生活在客家 他绝对是客家人 所以客家人 所谓客家人这个身份 随着不同的世代 的确会有不同的变化 那么我们台湾 其实还存现了 但我等一下再讲到 再补充另外一点 所以说客家人的身份 他其实他真正的核心的问题 他在社会上是 所以弱势 需要用多元文化 这样的一个概念 跟政府的架构去辅助他 去协助他 主要就是语言 因为语言他在弱势 因为他是少数 所以这个语言呢 我们过去一直想经过 透过立法 用立法的方式来保障 因为所谓立法方式 比如说客家基本法 当时我就谈到一点 比如说我不需要去客家 要在民意代表保障说 客家要几席 这个没有必要 但是呢 我希望有一些地方 是保障客家是第一语言 叫官方语言 比如说苗栗新竹 你当然到这个地方 你从学校 是用客家话来教英文的 用客家话来教 这个闽南语的 用客家话来教 所谓的那个华语的 这个才叫做客家 才是叫做国家真正的 多元文化的实践 比如说南部 比如说六堆乡镇 比如说美农 你到那个地方 你所有的公务机构 你到跟警察也讲 那个区公所也好 乡公所也好 去接下公文 先生们一定一定 规定只能讲客家话 然后用学校里面 老师一定是用客家话 去教华语 客家话去教英文 客家话去教其他的语言 这样的语言 人才有办法去保障 才能够永续发展下去 要不然的话 我们现在所有做的东西 我自己在反省 我在学校里面 我们一年拨了十几亿的经费 在国家 那么去所谓的推广 不管是社会上也好 学校也好 学生一个礼拜 在学校一堂 他学会 他会讲 我们学英文 一个 就是每天一堂 你学了20年以后 出来还是不会讲 那客家话呢 你上课堂里面 一个礼拜才一堂课 然后呢 这个你学了20年出来 你还是一样不会讲 还是一样不会讲 但是他当然有个好处 我当时就这样 绝对不可能会讲 但是他有个好处就是说 至少他知道 哦 这个很多哈嘎发 这个很多哈嘎发 所以让客家话从小就让他 习惯是我们生活做到的一种语言 那么但是将来你到了 这个一个公共领域去的时候 比如有客家的电台 有客家的刚刚讲的 公共的语言 包括立法院 立法院我一直主张要筛宣做的了 立法院就是客家人有哈嘎人讲 原住民要原住民语言 他就要翻译40种语言 40种语言 比联合国还要多了 这个在立法院就做同步翻译 所有人就戴耳机 在立法院 国会电堂 你这样才能够真正 这个带动 所以让每一个不同族群的语言 能够真正的永续 这个发展下去 要不然像我们这样 就像他讲 我发现在都市里面 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们真的每天花很多钱 去推广课 去请小孩 拜托你来学 甚至学的人 是闽南人比客家人多 闽南人比客家人多 这也是效果之一 但是呢 我们真正的目的 还是要让客家话 客家语言 因为没有客家话 真的没有客家人 我们大家客家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它的核心问题是语言的问题 语言就是文化的问题 所以深圳问题需要保障是文化 不是它的权力地位 因为客家 我认为不需要去争这个东西 因为争这个东西 把客家自己 限制在一个自己 弱势族群 被保护的族群 坦白讲 客家人很多人也是不同意 像我就不太 我是不是很同意 但是文化历史 文化跟那个 跟那个语言 的确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努力的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在大概一分钟 我们台湾的客家人 包括 就是说 尤其是老一代的 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本土化的理念不够 所以我像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动不动 我哈嘎你 客家人 什么叫客家人 客家人呢 就是五六千年前 一群皇室后裔 那么历经战乱 不甘被一族统治 所以从京城 一直骑 一直从这个迁徙 到这个什么长江 到什么这个四川 然后就到什么什么广东 这个谎言 这个历史的谎言 戳破的不是我们自己台湾 是中国大陆自己的学者 所以从人类文化学来讲 这不可能 人类发展的历史里面 不可能有一个族群 我住下来以后就准备要签了 历年来签的都是同一个族群 而没有跟其他所有当地人 所以什么叫做客家人 这台湾现在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刚刚施政师老师 也提到一个 其实阿扁政府 我们的民进党政府 在客家族群上 做了很多事情 也很感人 可是为什么选票没有办法转换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 因为客家人过去认为 我是中原人 我们是中原人 所以你看很多客家人 那这个部分我过去一直在强调 就是为什么 当时我会拍李乔的 1984 就是说 其实我们过去历史上 所做的移民事件也好 那个其实他的精神 就是叫做保卫自己的土地 保卫自己的家园 你自己生活的土地 就是你的故乡 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个论述 我们有待 未来还要再进一步 去加强 透过学术 透过文化 透过戏剧 以上 先简单报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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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